这里是贵阳 昨天晚上我就住的这个房间 标间比大床房更便宜 导航显示我到徐文港码头 还有1000公里 嗨大家好 我是小薇 单人单车出发自家海南 我昨天是从我的家向南充出发 跑了500多公里来到了贵阳 我就想在贵阳好好休息一下 想看风景的 只有等我赶路去到海南再给大家拍了 今天在贵阳 我就想去吃一下这边的湿娃娃 昨天洗的这树干衣 很快就干了 夏天穿起来特别方便 还有这防晒冰袖 我已经退房了 把我的背包放到车里了 导航了一家湿娃娃 一点多公里 走路的话要18分钟 我现在走路去 有时候多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 也是挺好的 显示1.4公里 我刚刚刷手机刷到贵阳这边有一个很美的露营地 开车过去要一个小时 我就想着明天又要赶路了 今天在贵阳就放松放松 我就想着去那个露营地搭着帐篷 看着外面的美景喝点茶或咖啡 发呆也不错 前面还要等两桌 还有冰粉真好 里面做完了 现在只能做外面 点了一个32元的 再点了一个冰粉 坐在外面还挺晒的 但有这个冰粉 这个叫啥 脆哨 一份就上面这个吗 不够的话 走到里面添加 还是去你的手 吃完了还可以加 不够了 可以再加 这个碗是专门做汤汁的 这个碗 好吧 还有葱花小料都在这里的 好 谢谢 搬一下 客人要做到外面去 原来这里可以换去里面 可以换去里面 那好 你们先进去 倒上汤汁 里面也有小桌 你这边要不要放到你那边去 不用 我会影响到别人的 我话有点多 这旁边的小行李 跟我是一起排队 然后坐在外面真的是很热 不过现在太阳不对晒 还是有点威风 太多了 我会继续 好 就不够了 吃 来 吃 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上 红糖吃吧走了十几分钟快到了 我吃的好饱别人都是一小口小口的 我就包了太多了吃的到处都滴汁 每天都有尴尬的事在小微身上发生 我导航要去的营地71.5公里 前十四点半到那里 我会切瓶底辣植% 我从心里面准备了 我可以去岁月 Keys 我也要去导航 你一块了 我可以上来 我可以満水 我可以満水 你満水 我可以満水 你居然満水 好 我可以満水 你満水 这个路有点烂了 来到这边上 好在这里有个停车场 晚上再到这边来露营 先去那边看看来一杯喝的 我在晚上看到那边的环境还不错 车应该可以停到那个位置 就有点烂 这车也开不进去了 就从这个小路这边过去 走到这门可就被这个吸引了 这里居然满房了 只能自己在这边搭 要不就去那边的营地 那边好像可以租帐篷 两个户外坐的地方都没有了 生意太好了 要了一杯水 现在到这上面来 看一下有没有帐篷 啊 好 这边有没有帐篷 我们下车也要死了 好 这边可以让我们玩 这边玩了 这个玩意的玩意 好像是不如一样的 不如一样的玩意 就很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练习一下航班 这里是乌江百里画廊 待会等到那边的客人走一些 去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